从8月份开始就到9月中下旬 我买了好的茶饮 就前几天在淘宝上看到了这一块 这个是一粒的高端茶饮 叫一克火泉 它上面是泉水 然后上面茶也在上面 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这个 是这样右扭一下 然后再右扭一下 它这个茶也就可以轮到你 我觉得 当时觉得这个挺高端的 就没有表屏 然后就想入一个舞蹈 看一下这种有创业的设计 它是像我这边也有 然后 大家可以看吗 可能看的不是很轻 它这个颜色就变了 然后再把它扭回来 因为我这个是手机自排的 可能说的效果没有那么轻 然后不太照紧 然后 哇 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 这个就和以前买的那个咖啡三顿半什么的 这种超紧的咖啡那种选的类似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 这个颜色就变了 这样子拭一下 然后再拭回来 大家可以看 颜色就变了 它就和这个是没有开封的 是这个样子 开封的是这个样子 颜色就变了 哇塞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nice的 至少 你如果只是开这个瓶子的话 好像也蛮普通的 它这个奥妙就藏在于上瓶这个地方 我买过很多这个茶饮 就什么瓶刺呀 多方树叶 浪茶 就很多很多之类很多 都一直在买 然后这个挺神奇的 不知道好不好 我开口了 我喝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设计 包括这个瓶口的设计 这个看不懂 小 设计还是有的 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瓶盖 它主打的是一个 蟹炮厂 因为它这种茶叶 我当时我买的时候 我看来就说是 看来一下 它是 配料就是茉莉花厂 黄山芒芬 绿长和茉莉花 然后我就没有刺它的 因为我买的这个 其他的茶叶 它那边有这个 开箱清道 也就是小时道 它这个里面身边有 铁茶 就是茶叶 喝着个水 潮一口 你看看 这个我自己花下两口 不是有点少 就说一下整体感受 感觉还是这个茶水可能会好一点 就是它这个控制水会好一些 最后一口 最后一口 你要问我差别大了 其实我有点喝不出来 但就是为这个设计打抗 因为我做这个Vlog 不光是国内看的 就是海外的朋友 如果看到的话 你可以看到中国茶叶的瓶装设计 就是这个样子